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好了好了 你负责看押 好不好 别给弄丢了 好 大韩放心 不咬人啊 龙的味道还是臭红红的 走 你负责 娘 你给我 娘 娘 娘 你给我 你给我呀 我都多大的人路啊 我不管 反正你输了 这不算 太 太好了 姐姐 你今天多吃点 你好久没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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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就像个车轱辱 你不推他吧 他不动 你一推他吧 他就激着轱辱往前滚 不过我今天啊 赢了他三盘 要打三十下屁股 我都记着呢 都像你这么赖 我当娘的 赖两下怎么了 他怕是欠我几千下 我要噼里啪啦地打 姐姐快吃点 不过程王啊 他已经是大人了 你别当着太监们的面打 没得折了他的身份 你知道吗 我都脱了他裤子打屁股 我一边打一边数呢 来 慢点 给皇太后请安 皇太后万福金安 孩子也给您磕头 你看我今天哪 出门出得急 都忘了带什么手术过来了 乖乖乖 人吗 我都忘了带什么 这位子 我去都闭上了 你是不是 姐姐 再不吃饭 饭菜可就凉了 王妃她要有什么做错的 你大可以说 你也要顾及 郕王的体面呢 娘 体面 好体面 娘 是孩儿的错 娘 我就是不顾体面 姐姐最体面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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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娘她就是这个样子 我 我 我回去你好好收她 你照顾你娘 我还有小心 很好 明日有大朝会 你务必来 恭送太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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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土木堡一战 大家还不知道战果吧 兵部的官员派人 从土木堡回来 跟大家说说吧 土木堡一战 我军溃败 英国公张府战死 太宁侯陈吟战死 驸马都尉锦园战死 平香伯李珍战死 隋安伯陈勋战死 修武伯沈戎战死 都督良城王贵战死 尚书王左 学士张义 侍郎丁玄王勇等 五十二将 皆战死 损失马匹 二十万头 医甲 弃械 资重 损失无数 全军 覆没 皇上 蒙辰 资重 医甲 这是王阵的侄子王山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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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是颜兔 我们只是颜兔 打死他 打死他 你们是在干什么 打死他 打死他 打 打死他 谁打 谁打 打死他 打死他 李太后 公主 人已经死了 打死他 打死他 就应该打死他 托了他们 北京城能守得住吗 诸公 皇上亲政之时 怎么没有一个人跟他说 不能宠释王阵 皇上要御驾亲政 除了于谦 没有一个人 写过半个字的奏折 来阻拦皇上 土木堡战败 太宗 宣宗 苦苦经营的五十万精锐 一战至丧 皇上蒙臣 你们有谁写过半个字 给过一个对策的 北京城九门大开 那是我下的证 太宗了 抓大人来了 太宗了 抓大人来了 不离城门 出城堂皇百姓 不可拥机采荡 放开皇一旨 十日之内 昼夜不离城门 出城堂皇百姓 不可拥机采荡 这就是那种 这就是要用 宗派的 不可拥机采荡 太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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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之后 则吉日再回来 还要则吉日 现在能调动的兵马 还有多少 有二十万军马可用 以山东备窝兵为精锐 不计辅月 瓦剌也先 什么时候到啊 兵部已经调集 罗通 曹泰 韩清 郭登四将 守白羊口 居庸关一线 还有十日防御之间 我们到现在 都没有收到 大明朝廷的回复 他们四处调兵 居庸关 白羊口一线 放了两万人 强攻过去 死伤很大 你们看 怎么办 把皇帝绑在杆子上 他们还敢射箭 还敢武刀弄枪 刀剑没有眼镜 万一把他杀了 大明和我们死战 你们消耗得起吗 我们喀尔喀勇士 只有六千人 要把这六千人 带回去吗 薄言大人说 收成的只有娘们和百姓 也先哪 夺虑了 那么多部族 三十年不聚集一次 打到居庸关撤了 岂不让人笑话 我觉得他说得特别有道理 宫进北京 大明我看也没问题 大明的兵力会逐渐集结过来 你们是想像过去一样 强掠一番撤回到草原上去 你们平时自夸是英雄无敌 喝了酒 就五刀弄枪要杀回中原去 咱们现在不敢了 想抢掠一番 像个毛贼一样逃走吗 这场仗是野仙大人打的 我们没什么功劳 要索要战全听大人吩咐 不过要我说 这大明在北京城营造了三代 金银珠宝多如山哪 我们还抓了他的皇帝 就算是伸手管他们要 他们敢不给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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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进了北京不要停止 五两哈三部一路过黄河 去山洞 我率其他精锐过直立下淮河 把他们彻底从长江以北 驱逐出去 伯燕大人的兵进山西 苏庆西北一带 是 江北一定入我手 大明轻易不敢过来骑西 兵太后的军族 生 十日期限已至 方程 方程 是战是和 我们可以好好地议议了吧 皇太后的意思是 眼下大敌当前 希望大家这次能认真筹划 知无不严 言无不尽 依臣看 瓦剌也先这一次清朝而出 没有一点和的可能 那就是战 我看战也没有把握 三大营只剩下了个空架子 精锐已经在土木堡之战中 消亡殆尽了 战不成 和 又不成 莫非 我们要束手就擎 臣 宣得八年进士 汉林院士讲 徐有贞 有话要讲 讲 这是我 听我的天见 你 我会想要 这些别人 有点 我看着 要有点 有点 人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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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火星 火星出现 必有战事 所以依臣之见 要速速南迁 以备祸事 胡说八道 天相示警 这是天意 妖言祸重 天下大事都靠天相 那太祖高皇帝 不用骑兵了 等着天相示警 等敌人自己完蛋得了 于大人不要激动 天相咱们可以不说 那么我请问一下于大人 三大营还有多少人留守 你敢担保能打赢吗 能占的 顶多也就两万人 剩下的都是老弱残兵 跑都来不及 瓦剌骑兵速度极快 脱脱布花正在攻占山西 朝廷的精锐 他根本就调不回来 山东的兵短时间内也调不动 我请问一下于大人 你那几万人能顶得住人家六十万吗 难不成你是要我们这些人 让我这些人 我这些人也不担心 我这都得住 我这些人 我这都不担心 我这些人都会有 你这些人都会担心 你这样吃了 我这些人都会担心 你这些人都会担心 你这些人都会担心 难千者 可斩 行了 今天既是议事 就允许大家 发表不同的看法 不要一说什么 就斩 大家都继续说 儿臣以为 于大人所言有一定道理 京师是国本 京师在 山东和江苏的兵 会快速来秦王 倘若我们全部南迁 长江以北 就一落千丈 到时候 到时候失守的 就不止是京师 承王此言差矣 倘若北京要是真失守 皇家将无一脉留存 那才是失了国本 现在不南迁 今天大明就要没了 一旦退往江南 江北之地的百姓 进城奴隶 几千万哪 黎民百姓 皇太后 皇太后 你舍得丢下吗 这是战争 圣人的话 说得是漂亮 但真要信了 那是要害死人的 于大人 皇太后 于谦是皇上 最恨的妄言之臣 臣建议把他杀了季棋 给皇上出口气 徐大人 徐大人 你 是在 叫我吗 皇太后 要干什么 你的胡子怎么没了 你不是夜观天象吗 干什么打人 你怎么没关出 你的干爹王阵死在土府了呢 太后 她打我 干什么打人 太后 她打我 皇太后 她打我 打够了吧 三位阁老 说说吧 好 太后 朝廷可以南迁 部队需留下抗战 但 可是这样的话 就怕部队的士气会衰落 咱们早早撤了 部队知道京中无主 斗志低沉 到那时候 恐怕会被瓦剌人 白白包了饺子 太后 臣也是这个意思 在意吧 躺下来吧你 要死不死的 你倒是喝呀 来 给我喝 喝 给我喝 真是 我 我 我 累死老子了 还喷我 你还 皇上 您不能死啊 皇上 您要是死了 那奴婢们 他脑袋就没了 对吧 您就看在 奴婢还小 您就吃点 喝点吧 好吗 来 喝点 喝点啊 喝点 这就对了吧 皇上 您呀 一准能回北京城登基 到时候 别忘了奴婢我的好处 来 再喝一口 对对对 你干吗 我的妈呀 北京城是战时走 皇太后至今 没有拿定主意 兵部的折子 那该怎么上 想听听你的意见 兵部的眼里 没有盒子 只有一战 打不赢嘛 就想办法打赢为止 壮哉于前 我们纠缠了半天 你一句话就给解决了 对呀 这天底下 哪有义和的兵部 好 我拟定了一个 三省调令 你们要是看着妥当呢 我就把它发下去 关键现在是 缓不济急呀 即使调兵顺利 也要有一月之期 北京这些兵马 面对瓦剌的虎狼之势 能不能扛过一个月去 太后口谕 是 传 于谦大人 随旨见驾 为太后内眷 移内阁迁都市 为迁都调兵护卫市 为迁都三略市 为迁都六部随行市 于谦哪 来了吗 我去看一眼 找找椅子自己坐吧 三省的兵怎么样 回太后 三省遣兵的特使 全出去了 大军一动 要做足够的准备 粮草器械拔营 最快的山洞兵 也要二十五日才能到京 白羊口 还能受多久 好 中文字幕托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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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多少兵力 那个地方 我们放上多少就死多少 等到京师的兵打完了 也先派支小队来 北京城就没了 北京守城的 军队到底还有多少兵力 两万 两万 我把通州的粮食 也全运及成立 粮草可以用三年 北京城墙高 城防险 守卫半年以上 是没有问题的 等这三省的兵过来 困局可以慢慢打开 线下 我们只是苦撑待变 有人说把三省的兵力调过来不妥 其实 兵临城下 打法只有一种 死战 死战能守得住吗 朕这儿的兵徒 我就是想起宿了 有点兵的兵力 承认 一些兵力 可以 咱们是 马上 我老是 彼此 这个兵力 不准 我 他 太后和太皇太后 有一点善事 我们想维持南宋的局面 都做不到了 是吗 也先带着皇上直扑北京 薄言在山西苦战 他们兵分两路 把能战之事都带来了 臣看 但他们是不想回去了 请皇太后早日决断 来 他 这座宫 在建的时候 我就和皇上来过 你信不信 我闭着眼睛 也能从这儿走出去 帕子 把我眼睛蒙上 老天爷 我和你打个赌 我要是能够闭着眼睛 从这儿走出去 你就得保佑我的儿子 平安回来 我可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宇宙 皇上有消息了吗 有了 大元太师瓦剌也先 号称精兵六十万 要护送他回来 这会儿正在白羊口血战 大臣们说要迁都 避其锋芒 您先把身体养好 这回是真的得要过长江了 我不去 我不会走的 这是我家的城 瓦剌兵要是来了 我就死给他们看 你和他一起 已经把你儿子的城 都快弄丢了 北京城现在只有两万士兵 瓦剌骑兵一个冲锋 就全都没了 没了就没了 你想到北帝为奴吗 我怕你死都不敢见他 皇上要出兵的那天晚上 我梦见先帝了 我梦见先帝了 他就站在我的踏前 依依不舍地看着我 我还以为他是难过 他早就知道 和他说说他还不听话 他知道国家要蒙 那他是想阻止我 我真傻 我怎么就没有猜到呢 我昏了头了 就算你说的是对的 你也不能这么说我 我是你长辈 你要原谅我 我知道我错了 但愿你也要原谅我 后来 你也不想好 你也无忍 我要说我 你也会你是会 你也会 你身体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末将在军营当中有十几个结义兄弟都是武艺高将职 不要提他 算上末将就这十三人 目标还小 咒服夜行 三日内必能到达 来 到礼屋去 把你们十三个人的名字写下来 给你许功 你要活着回来 生你做主将 得令 得令 南迁的事 再不定就来不及了 你们说 该怎么办 不要模棱两可 太后 瓦剌也先六十万军 实际上 也是草原各族联合起来的队伍 我们现在 虽然只有两万人的战斗力 但搜罗搜罗老肉病残 实际也能有十万人 我们的抵抗 只要能够撑到山东江苏的兵道 瓦剌的兵 可退 但是我们实在不敢 也不愿意拿皇太后与太皇太后的命 去赌博 万一有个一星半点的差池 我们就是殉国 也无言去地下见先帝呀 京城破城怎么办 臣等甘愿服毒殉国 太后 我大明不是南宋 山东江苏的兵 一定能够打退瓦剌野心 京郊 老百姓还有多少人没有及时撤出 还有几十万人 一旦破城 那几十万老百姓和城里的 是不是就没有活路了